大家好 安琪拉 刚刚玩这个 纯钱罐 安琪拉直接拿着 纯钱罐扔了很远 我老婆在这边 运衣服 等一下我们要出去 因为我朋友 让我们一起去吃 烤肉 在爱富士那里 离我们家也不太远 我老婆把她的衣服运一下 用运斗 把我的衣服用运斗运一下 你干啥去 走了 爱富士 看安琪拉又睡了 刚才给安琪拉换完衣服 洗了个澡 然后往这里坐 玩着玩着就睡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爱富士了 我们来这里就是吃饭 现在是第二次来了 我是第二次来 因为之前 有一次来过一次 我老婆也来过一次 这里 现在在这边吃饭 很舒服 特别是晚上 感觉很爽 因为不热 不冷 现在是刚好 我朋友一会就过来了 那边 那边看到了几个中国人 但是不认识 三四个 在那边 那个停车窝那边 这里还 也很漂亮 我朋友来了 在直播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点了一点这个鸡肉 还有那个羊肉 他们这边牛肉卖完了 烤的那个牛肉 我老婆 他不吃羊肉 让那个服务员到隔壁那个饭店 去点一份那个牛肉 等一下就过来了 安吉拉要够这个叶子 我们从外面到这屋里里面来了 外面起风了 有点冷 安吉拉穿的有点薄 所以跟他们说 挪到这个屋子里面来 这是鸡肉 这个是肉做的 肉做的 米饭 馕 馕 这里面是烤肉 看一下这烤肉 哇塞 看 还可以啊 我朋友去洗手间了 我老婆说盘子给我 勺子 勺子 你看 是不吃羊肉 是不吃羊肉的 但是刚刚他尝了一下 他说味道还可以 因为上一次 就是小韩的儿子过生日的时候 我买了这个烤的羊肉 我老婆吃说也是非常好 但是我老婆说他自己做的就不好 换个碗 所以我老婆刚刚尝了一下 我老婆说就吃一点就行了 不吃多 看完结了 这个应该不砍了 这个碗应该不砍了 他们在吃鸡肉 我等一会儿再吃 等一会儿 这个 这个 拿着拿着 伯伯给他拿着 不要害怕 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了 总共花了五千一 折合人民币的话 大概是一百七十多块钱 不到一百八 一百七左右吧 一百七左右 可以看一下这个 五千一百一 看安静了 安静了 往这边看 安静了 好了 准备走 现在我们要走了 吃完饭了 我下去付账去了 我朋友在那里已经付过了 现在我们回到家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刚回到家都让抱着呀 先先让爸爸抱着 爸爸抱着 看 一回到家 安静了就让抱着 安静了回来的时候 在车上没有睡 去的时候 在车上睡着了 没去的时候 在家里面都已经睡着了 安静了睡了半个小时左右吧 安静了 看啥呢 看我老婆呢 我老婆在那里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